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这个调色的一个知识了啊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有可能会讲的比较多的关于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窗口里面 老师准备了一个原理的图片 那么我们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效果吧 你比方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准备了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实拍得到的一个效果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加了特效之后啊 加了调色命令之后 以及再配合一些简单的素材 我们能看到在这里面的话 整个的一个老的照片呢 对吧 有一些记录片形式的这种感觉 这种色调呀 它就被我们做出来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是怎么样子去把它给它设计出来的呢 那么就要用到我们调色的知识点了 但是我们说调色呀 你不是说自己随便去调的 你要先懂得调色原理 那么老师呢 在之前有写过一本photoshop的书 我把这个书上面呢 有一个知识点呢 我觉得比较好啊 对不对 我把它直接的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图片 一个素材给它拿过来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红绿蓝三个 这个颜色 通过组合的时候啊 红跟绿会得到一个 黄色 绿跟蓝呢 会得到一个青色 蓝跟红会得到一个品红 那么这个是三颜色的一个原理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补色的原理 红的补色 你看处在对位上面的 红对立的一个颜色 就是一个青色 绿对立的就是品红 黄对应的就是蓝 依次类推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啊 我们会用到它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要加一点冷色调啊 其实减一些红 对不对 加一点蓝就可以得到了 那我们要 比如说我要加一点品红呢 有可能就是减一点绿品红就会多 我希望 我想我这样子讲 大家有可能就明白这个意思了 补色就是你死我 我的关系 你的颜色少 它的颜色就多 你的颜色多 它的颜色就少 就这么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个课件上面的一个案例 对不对 那么视频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素材 我们可以呢 把我们的那个鼓阵呢 直接的呢 Ctrl I 直接Ctrl I 调用我们的素材啊 调用我们的素材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找到我们的那个对应的一个素材啊 资料 嗯 在资料我们有一个鼓阵啊 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鼓阵嗯 啊 OK 那么在这地方的话 我们呢 把这个鼓阵呢 直接作为素材呢 拖到我们合成窗口中来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把整个的画面的调的偏灰 偏一点浅灰的感觉 那么在这里面啊 调整整体色调的一个命令叫做什么呢 色相与饱和度 所以我们找到色相 哎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命令拖到画布里面去 色相呢 它不仅仅可以调整个的颜色的变化 能不能看到 这边的颜色的变化都有 但其实在我们在这个做影视编辑的时候啊 最常用的一个技能就是彩色化 所谓彩色化就对应了PS里面的 着色 一旦你着色之后啊 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色调呢 哎 就变成一个类似于单色调了 那么这时候啊 你再去调整我们的色相环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的可可选择性呢 有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稍微的往右侧啊 角度为稍微往偏右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那么饱和度呢 你可以选择鲜艳 你也可以选择稍微浅一点 对不对 亮度呢 你看看我选择亮的还是深的 哎 我们选择稍微偏暗一点点的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呢 比较偏旧色调的 这种感觉的基本上就有了 但是这张片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整个的对比不太够啊 整个的明暗关系不太够 那这时候我要去找明暗关系的一道命令 找什么呢 哎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色阶的一个命令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色阶拿过来啊 好这个色阶的原理呢具体的呢 其实我们在photoshop的时候讲的已经非常多了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雷速了 对不对 好 直接呢 我们把这个啊 中间调往右侧提啊 往右侧提这样子按调子呢会多一点 稍微的再多一点按调子 对不对 让它呢有点偏旧的感觉 好 那么这时候高光啊 这是调高光的啊 把高光再稍微多一点点 哎 OK 对不对 好 中间调再往左侧去推一推 好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感觉呢就比较多了 是不是啊 对比的感觉就比较多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找到对应的 你看哈 如果你比如说老师啊 我要加一点冷色调 加冷色调怎么弄呢 然后哎你就是怎么样啊 剪红色对不对 剪一点红色哎 那片子是不是偏冷色调了呀 哎 又是一般风味是不是啊 哎 又是一番风味 那如果有人说了 我要我要偏蓝色 那这时候你就偏蓝色吗 对不对 哎 是不是就偏蓝了 能看到吧 哎 我要偏黄色 那这时候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情 对不对 哎 看心情啊 好 所以这时候慢慢的 慢慢的把这张片子的 哎 调得有点明末清初的这种感觉 对不对 应该是清末明朱 明国初期的这种小色 有点 但这张片子呢 我们希望要给他加一个老电影的这种效果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张素材啊 在我们的那个里面都有 我们把这张素材呢 给他拽进来 好 但是呢 这张素材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素材呢 区域比较短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区域变得无限长的 几乎等于那么上一节课呢 其实我们已经有讲过了 有一个特效叫做什么啊 图片 拼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找到图片 图片拼贴 哎 那这时候如果这个对应的翻译叫motion Tier 对不对 英文版的叫motion Tier 叫做动态拼贴 我们把它拿过来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输出的宽度跟输出的高度 还是当的给的 那样稍微大一点 足够了啊 给了一两千 那么视频的时间呢 我们就给到五秒钟左右啊 你不要给这一两分钟的 对吧 太长 按一下N键 按一下N键 那这时候右击将合成修建之区域就可以了 但是这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啊 这个下面的图画画面看不到了 那怎么办 哎 请记住在这个地方有模式啊 你可以把这个点开 对不对 有一个模式 我们把它找到为 跟屏幕相近的就可以了 你找到屏幕就可以了 这你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了这种老旧画面了呀 但这个画面它不会动 这个画面它不会动 我们怎么样让它动呢 哎 非常简单 按一下这个图层上面的P一键 啊 好 这时候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每过个一秒钟 你稍微的呢 把它动一下 对不对 每过个一秒钟 你稍微把它动一下 对不对 这个弧线的话稍微推动啊 到了两秒钟的时候啊 一样的呢 再给它啊 动一下啊 一样的给动一下 不管怎么说啊 在这里面 它就是无线循环的 对不对 都是无线循环的 好 再完了之后 我们到三秒钟的时候 啊 继续的啊 继续的给它怎么样 稍微动一下啊 稍微动一下 把它往下面放一放 对不对 往下面放一放到四秒钟的时候 好 继续啊 把这张图片往上面方向去动一动 啊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打一些这个节点出来都没有问题 好 OK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看整个的画面的效果 而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棒的了 对不对 但最后呢 这个画面也定格了 我们这时候呢 再把它往 利用P键啊 再把它往右移一下 再往下走一走 好 那么这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就有了 但是这时候画面不好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预览效果 对不对 我们先不先不谈它快不快的问题 对不对 哎 整个的画面不太好看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去做这个工作呢 我们看啊 把这个呢 稍微的再往下啊 稍微的往下去走一走 这个呢 画面不应该出来啊 出来的话 它就比较丑了 对不对 我来试试看 嗯 好 好 这个画面应该也不要出来啊 也不要出来 出来就比较难看啊 一样的往下走 一样的往下走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好 还不错 但是啊 这边的血液条呢 太过明显啊 太过明显 那怎么办 哎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你看 如果我不加屏幕啊 整个的片子啊 这张片子是偏灰的 那这时候 我要把它对比 变得更加明显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再次加一个色阶 那我再次加一个色阶 所以这时候 我们把这色阶的命令呢 拖到这个地方来 我要加对比啊 对不对 灰度的我要少一点 暗度的我要多一点 对不对 嗯 白色的呢 我们也稍微多一点 对不对 好 OK 这时候把它切换为啊 我们的比如说屏幕 那这时候你再看 哎 整个的呢 总效果呢 有可能就会比较好了 白色呢 我们可以再少一点啊 白色少一点 就是把这个黄干往那边调 白色是不是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凸了呀 没有那么亮了 懂了吧 哎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小的效果 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细节 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细节 好 OK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简单的小的效果 哎 这种啊 这种啊 这一个这个民国时期的这种小的色调呢 哎 就给它基本上做出来 好 本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这个关于简单的一个色相宝和度跟色阶的 这两个命令的一个应用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